在那个P字查询 就是我们的同一个06这个资料里面的话 P字查询里面 那该各位有记得程式码里面 你把它弹出 弹出的话呢在哪里呢 在好像是在最下面 我记得好像最后我们有补充一个这个东西 增加进度列的这个 那其实以后你就照着做了 应该就可以做得出来了 把它改一下 那哪一些呢 把它们照着做好了 其实我这个我也还没改过 不过有的时候 其实我做过一次之后 我就会类似像这样 我把SOP 那我就可以脑袋放空了 我就照着做就好了 不然的话我要记的东西现在太多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式 就是可以让你有一个参考 而不需要说你下一次 还要再想说 我上个礼拜到底做什么 其实我上个礼拜如果没有把这个照相 没把它记下来的话 真的我还是需要动脑筋的 所以如果你每一次都还要动脑筋 那真的很累了 尤其是设计的东西 所以以后你要记住 就是说 你做完之后 最好是照个相 留个影 不然的话 你大概不要说几天 你可能几个小时前的东西都忘掉了 更不要说你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之后 那个跟你有没有得什么老人痴呆 那也没有关系 那是正常现象 所以不要轻易的相信你的记忆力 你的记忆力 而且年纪越大越容易衰退 那所以要懂得用一些方法 那我这边的话用这个东西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刚刚这个东西 我希望能够做一个进度列给它的话 那怎么做 那一样 第一个怎么样 先找到你的这个当日行间按右键 插入什么呢 制定表单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边的话呢 外面这个也许我们习惯性把它改成叫home 那你以后不喜欢这个home的名称 你可以改别的都OK 好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把它的caption 比如它caption叫做下载进度 好了 打一个 点点点好了 OK 上面这边就有了 然后再来怎么样 拉一下 然后把这个 看你要大小了 你也不要太小 看起来感觉会就是没有那么明显 拉一下 这个一个叫标签 对不对 那这个叫pb好了 我刚刚说pb 我记得好像是pb1 然后2的话呢 请你把它的caption名称拿掉 就不会显示 enter一下 上面名称不见了 3的话呢 就是把它的那个颜色 background backcolor 改为红色的好了 OK 好 再来的话呢 它的长度 wise 这个wise 把它改成200好了 因为我习惯200 那你以后要自己去调整别的数字OK 那我就怎样 再把这个宽度也调成跟它一样是大概200 那什么时候要执行它 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点两下 再记得哦 先拉宽一点点 最后在旁边这边点两下 把这个改成什么 事件名称改成activate 不是click哦 一定是在当表单启动的时候 做什么呢 做这边把它关起来 就是去 就是去做那件事 就是怎么样 新增工作表 还有下载资料到新的工作表里面 那个的话呢 因为已经写好了 要不你就整个call过来贴上去 要不你就怎么样呢 去call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如果名称你不太记得没关系 切到module 找到刚刚那个东西 就这个他 有没有就这个东西 Ctrl C 再切回到这边 这边点两下 call打一个 tab call call 控一格 贴上 好 然后做什么 不过不对啊 他不会跑 不对 更正一下 应该是怎么样 要把它贴到activate里面 这边加一个0 让它跑 所以 没办法用呼吸 因为 你那个什么 PB你必须要 去更新它的状态 就是那个 Label的宽度 有没有 所以 要不你就是在 对的 你可以在这边 在这边 call它 但是你必须 要在哪里呢 在那个底下 去更新它的状态 那怎么去更新呢 就是有两行 在activate里面 先把那个宽度 设为0 就是说呢 你在呼叫它之前 你先把它的什么 PB 就是那个状态点 它的宽度 就是有个属性叫wise 等于0 先把它变成0 因为你刚才只是没有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会跑 就是当你执行的这个 时候呢 每跑一次 在NASER 每跑一次的时候 你就要去更新 那怎么更新呢 特别是 就是去home 点 因为它是在那个home 那个表单里面 里面有个什么 PB 有没有 你这个时候打一个PB 会出来 PB的宽度 它的wise 等于什么呢 等于就是说呢 它现在的i的值 有没有 在乘上它的百分之多少 进度 那如果你忘记也没关系啦 其实 就把这个看一下 i乘上 因为我们宽度是200 所以你等一下不是200 你就用那个数字取代 除以 r r是什么 总列数 那我们有这个r嘛 我看一下 等于 我们的r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但你直接拿过来 好像太长了 不如你这样 把这个东西 先 剪下来好了 给它叫一个r 这个r 然后呢 r等于 就它上面 等于这个东西 就是先取得它现在的列 丢给一个r 那这边用r来代替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 i乘上200 除以r 就是呢 除以它的总列数 然后再乘以它现在的进度 OK 还有什么 还有一行 叫home 点什么呢 p 没有 home把它repent 这边 就是重新更新一下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不过呢 如果你要启动它的话 记得 因为上海好像同学忘记 就是启动表单 插入一个程序 叫做启动表单 怎么样 home 点 秀 把它秀出来 那因为我有一个 这个启动表单嘛 到时候home点秀 home点秀之后的话 就会启动什么 启动这个etibet 这个etibet就预设 把它先改为0 然后去呼叫 刚刚那个程序 呼叫这个程序之后的话 它会一段时间更新 更新更新 最后呢 结束之后 还要记得怎么样 把它关闭 所以什么时候关闭呢 就是当所有东西跑完了 这边的话呢 叫什么 home点 hi 要把它关起来 不然的话 一直停在那里 怪怪的 它其实只是跑完那个状态 它的任务就结束了 OK 好 你看基本上这样没问题吧 不过好像有点点复杂 OK 不是很容易 好我们来run一下 因为有时候这样跑一下 然后最后怎么样 再加一个按钮 插入一个按钮之后 那这个按钮的话 就是启动表单 那我把这个启动表单 这边有一个启动表单 加在这边 那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 如果说真的 写程式最难的点就是说 要一次做到位 太难了 所以呢 要不呢 你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呢 你可以怎样做呢 射中断点 射中断点 大概在这边好了 OK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启动表单 它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 这时候完全没有 对 然后呢 它就扣那个 扣 它就扣它了 然后一定是删掉 所以把这个东西 全部删完之后 OK 然后就回去了 好 回去之后的话呢 它就是先把R算出来 R几列 R总共有10 所以2到10 总共有9列 好 然后呢 它就更新了 好 下来 它就去抓 抓完之后的话 跳回来 有没有 它其实就更新9分之1 差的长度 就是用除的就可以了 OK 那所以应该这样跑 应该没问题了 所以假设吧 应该懂那个逻辑了 直接跑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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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个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33个 或者很多个的话 关掉了 这感觉比较有那个feu了 有没有 不过这周段的也可以拿掉 OK 好 跑一下 跑一下 感觉还OK 感觉应该比较专业一点点 如果你把这东西给人家看 感觉好像是OK 我这当然是要付出一点代价 那流程呢 就我刚刚讲的 这个其实上个礼拜有讲过 我只是把上个礼拜的东西套用过来 所以往后 应该你如果只要是需要长时间等待的所有的那个程序 通通通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 把它套用上去 不过它怎么又不见 其他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跟上个礼拜的差不多 所以请各位 参考一下上个礼拜的东西 来画面先画给各位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先讲到这个范例 那有些细节 假如你一下子没办法马上记起来 没关系 我觉得云端白板 还有录影 回去的话 反正可以反复 千万记得 一定要花一点时间做做看 即便你不见得一定要用同样的范例 你可以用其他范例 其实多做几次就有感觉 像同学马上就抓那个 其他普通范例里面的进阶 里面的外汇的部分 像聚恒网里面也很多 你们有空的话 也可以自己 或者像什么证交所 郑齐会这些 有些网站上面也都会 或者是像政府机关网站 都会提供大量的开放资料 如果你想要大量的一次 全部把它抓下来 可以试试看 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后面还有什么 把它抓 不是抓到很多个工作表 而是抓到同一个工作表的部分 那也请各位试试看 因为这个我想 有些没办法一个一个demo给各位看 OK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哦